Hello 很興奮的一集《決戰中環》 大家猜到的有人 有可能猜到 真的很興奮 因為我自認我是胡官的粉 求神拜佛終於讓我應驗到 真的請到胡官 我也很高興見到你們 謝謝你 這個是網台第一次 今天就是所有聽眾 你們儘管留言 有什麼想問 歡迎留言 因為我今天會代表大家 把你們的留言讀給胡官聽 讓胡官直接回答你 而且現在是Live 沒錯 你會發覺 沒有準備 沒有準備 珍惜機會 沒有出貓子 所以大家心裏有哪一個問題 真的想知道的話 儘管問 好嗎 好 先引述觀眾問題 緊述觀眾問題 胡官你準備好嗎 沒有副子準備 準備Live 有一點緊張 有一點緊張 OK 好了 第一個問題就是 虛洞喫問 怎麼看長毛參選 長毛參選 我覺得這是一個政治表態 他有政治訴求 他是做一個政治表態 但是我恐怕 他的參選 可能引致更大的撕裂 是 我參選的理由就是 想修補香港 現在很嚴重的撕裂 但是如果是給長毛 他用政治理念來參選 就會引得重大的撕裂 加不加計 加不加計 加多一點點 你認為他這個政治訴求 政治表態 其實他是想表達什麼 你認為 譬如 我想他們民主派的 或者非建制派的人 最重要的是 要普選 真普選 那個真普選 據我看來 很難做得到 因為我是法律界的人 我是法官 我是一個大律師 基本就是一個大律師 根據 那個 基本法第45條來講 特首的選舉 是要 循序漸進的 不可以一竹即湊 不可以這樣 所以如果你說 我要立即普選 全民普選 做不到 因為就不跟 他那裏說明 清清楚楚 要跟 循序漸進的方式來進行 你不跟循序漸進 所以 做不到 但是 我們現在還在原地踏步 即是我們還未走出第一步 我們走出第一步 我們走出一步很細步 那時候 那時候 五十名 立法委員 現在變成六十 不是六十名 變成七十名 就是這樣 走出很細步 但是我們要走 但是我們要循序漸進來走 因為 《基本法》第45條 如果你們可以看回的 就是這樣說的 就是 行政長官要產生 要根據實際情況 和 要循序漸進的方式 來產生行政長官 就要用一個 叫做廣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員會提名 現行進行普選 他這樣說 那 你 做法律的人 就跟足那些字眼 尤其是我們不懂 國外的法律 我們懂普通法 我們跟足那些字眼來做 就沒有人可以 有得嘴如說 啊 這樣不對 我跟足那些字眼來做 我那個 我那個方法 我是想說 要 重啟政改的 重啟政改的 怎麼搞呢 你也是唯一一個候選人 是說 不跟八三一框架的 是嗎 是呀 我不跟八三一框架的 但我真的想問 為什麼你這麼有吉士 說不跟八三一框架呢 那個吉士是從這裡來的 就是 當年 二零一四年 八三一出了之後 呃 不要理他什麼理由 搞不定 嗯 做不到 不要說 不肯待著先 或者是什麼理由 不要說 因為八三一那裡已經 非 建制派的人 一定不接納得到的 因為那個八三一最緊要那個 就是那個叫做 那叫做 門檻 門檻 門檻的問題 就是要 提名 要過半人 提名 然後才可以進行普選的 嗯 所以過半人提名 好像現在那個 選委會這樣 嗯 現在是1200人 實情只有1194的 有些人是double了 所以沒有了六個 嗯 那麼1194人 1200人 要 六百人 啊 啊 來到提名你 才可以進行普選 如果實情有六百人提名你 都贏了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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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半 是 實情已經這麼多人 favor你 那麼多人喜歡你 都贏了啦 那麼多人喜歡你 那麼那個呢 尤其是泛民來說 做不到的事情來的 因為當時呢 當年呢 嗯 他是只有 二百零幾 票而已 現在三百幾 已經很厲害了 現在很厲害了 現在三百二十五 或者接到三百二十七 有些人說 三百二十七 那已經很厲害了 那麼是做不到 那你即使呢 強硬呢 用這個方法呢 是 expell了泛民的 candidate 嗯 他沒有法子做到 去提名 啊 可以拿到足夠的提名 又去做候選人 進行普選的 那麼那個一定不能行的 嗯 嗯 好了 所以我那個 想的方法就是 你將 現在譬如 現在是千二人 就有二十五萬人 嗯 選民基礎選出來 嗯 我將選民基礎 因為他說要 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嗯 我將 那二十五萬人 擴展到大約一百萬人 嗯 多久做到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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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呢 進行普選 進行一人一票 普選行政掌控 嗯 就是 用這個basis 用這個Electrobasis 嗯 一百萬人 擴大四倍了 說的 是呀 是呀 擴大四倍 但是都是循璇漸進 嗯 我不是一跳跳到三百萬人 三百萬 三百幾萬選民 和嬰兒一起選 是呀 用相同關架 完全跟著 一樣 嗯 跟足字眼的 好了 而 譬如你擴大一百萬 實際很容易擴大一百萬 即是四倍的 四倍 二十五萬變成一百萬 是四倍的 只是法律界都不止 法律界現在大約不夠一萬人的選擇 是 一個具體擴展 其實是第十頁有的 是 包括了找公司 或團體給個人票 是 增加那個界別分組的數目 是 然後將一些 杜絕一人多票這些 是 就在這樣的基礎下 就將那個 逐步擴大 沒錯 所以為什麼呢 其實之前都有人提過的 例如說 你那些公司票 為什麼是董事才可以去 不是僱員可以去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變成個人票 也是提過 而盡量將他們的票值 是盡量相等化 嗯 相等化 就不要說 有些人呢 是 是 一千個人選一個人的 嗯 選一個選委的 那有些就說 不是 我一間公司就選一個選委 這樣就不行了 這樣就不公道 盡量呢 希望他的票值是相等 嗯 譬如你說 二千人選一個 Fine 個個都大約 二千人選一個 嗯 有一個新的提法呢 你說 包括沒有受僱的婦女 是 最後那一點 可能有新增組別 可能有新增組別 即是家庭主婦都包了 連有的選委都提過 增加婦女界 但沒有說什麼叫婦女界 到底是婦女界 團體 還是真的婦女界 這些事情 廣場大媽 可以嗎 廣場大媽 算不算是一個團體 當然 算了 沒有受僱 他可能有受僱 沒有受僱的嘛 我家庭算不算是 是啊 是啊 譬如他有些叫社區 那些 他可以去賣東西的 有些社區的市集 給他賣東西的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他早上 他抽了小孩 回學 他沒有工作 煮完飯 他都沒有工作 他譬如他有門手藝 他可以做些東西出來賣 在社區那裡 那些市集 區市 叫做區市 是他可以謀生的 可以說幫寶加計 那為什麼 就算 就算 不要說了 就算他是 做主婦的 那為什麼他要沒有票呢 為什麼他要沒有票 那為什麼他要沒有票 那意思是黑人都沒有票 是吧 是一個民主進程來的 有些網民之前也提過 比價是什麼家科 就是以前肥鵬搞過新九組 最後變成一人兩票 差不多 那會不會有 那會不會有 一些選委擔心 會不會放得太快 變成新九組 那樣 又變成千本歲 這些事情 這些細節的事情 很多細節的事情 譬如 譬如 我也都聽到 因為我什麼人都到處見 譬如我聽到 牙醫界是這樣說的 他那個 醫務界 醫生界 就30個選委 一個是立法會議員 30個選委 牙醫就只有2000兩人 醫生有13000多人 所以牙醫的人就跟我說 我選選委 選就選到了 多餘不可能選到 即是萬多對1000幾 是的 13000多對我們2000幾 我選不到 他這樣說 那我說 好了 因為我提議這個事情 你趁著這個機會 你自己說 我要分出來 嗯 我不 就是細分一個組 你可以分一個細組 亦都可以說 我在那個 30人那裏 我要四席 但是比例的 比例我2000幾人四席 醫生26 26席 即是專業界別裏面 他都可以 變成比例代表 都可能比例 他不是他用比例 那就可以了 他一定有位 有四個位 牙醫不是有四個位 是這樣 每個界別 可以自己提議 那怎樣處理呢 因為這麼多個界別 是很混亂 你可以說很混亂 但又不是 因為多而已 不是混亂的 就要組織一個 譬如是 政改諮詢委員會 逐個界別去問你 你們個個自己提議 譬如醫生會不會反對呢 牙醫是這樣說 看他們怎樣說 就是這樣處理這件事 希望盡快做到 希望多多一些人 來同意 這個也是一個 叫做 一個是中和 一個是harmonize 的角色來的 你想怎樣 這個又 你和界別的你想怎樣 你想分出來 可以 不是說不行的 全部都是大家談 大家有談有談 希望融合了社會 胡官大聽眾有反應 理想和現實 不相容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因為我自己留意到 你由最初第一個 走出來說你會參選 政治素人 大家了解 你是一位大法官 知道你一定能夠 捍衛到香港的核心價值 香港的法治精神 但是大家說 但是他沒有從政經驗 他是否出來 戒胡蘇票 他是否和內地的關係 他家似乎和內地的關係 過重甚密 是不是其實是Plan B來的呢 我家不是和大陸的關係 過重甚密 解一下話 不是 我完全不是戒票的人 我是參選的人 我是想修補香港的撕裂 想香港重回一個和諧的社會 因為這幾年的撕裂太過厲害了 做人在香港 我做了70年人 我都覺得不舒服 是很不舒服的 走出去的社會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我就想修補香港的社會的撕裂 想香港重回正軌 做一個和諧的社會 你覺得分裂的原因 現在香港這麼撕裂 是不是跟831的政改有關 第一就是政改失敗 這個很大的原因 撕裂 尤其是政治的人 大家撕裂 政治的黨派那些全部撕裂 第二個呢 就是貧富完全 兩個大撕裂原因 貧富完事 是窮的人窮得很厲害 那些地貴得很厲害 那些屋貴得很厲害 很多人要住那些劏房 甚至住那些非法的劏房 即使是工廠的劏房 工廠不准住人的 那裏呢 尤其是呢 那裏牽涉走火的危險 那裏是很危險的事情來的 但是呢 政府是掣肘到 他不可以說 工廠不准做 我現在收回來 或者立刻禁止你做 那他將那些人 那些住客要趕出來 那怎樣趕出來 他住在哪裏呢 是很難解決的 政府都變成了掣肘 那這兩樣東西呢 是令香港很濕烈 那所以我就想修補 第一進行政改 第二呢 民生的問題都要解決 是 房屋的問題 民生的問題都要解決 那在民生那方面呢 我相信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會問呢 就是關於這個 聽眾都很關心的 單程證 每日150個單程證 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 還有一個居住房屋問題 那這個呢 我是會交給 我們很關心香港土地房屋的 楊生 楊生 沒錯 那在我未通過這個問題呢 問題是最後一個問題 網民關心的 網民關心的 沒錯 那就是 我覺得 從最初大家認為你是 陪跑 出來借票 還有到最近 我看到一個變化就是 因為你的Facebook做得非常之好 你的Facebook真的要讚你 Facebook非常之多的更新 不可以做的 還有就是 每次都是初衷要害的 那就是被人開始覺得 咦 是真的有誠意 不是出來做個姿勢 那樣 但是呢 也有少少的陰謀論 就是剛才說 是否跟大陸的關係過濕密 譬如說 有傳說你一位公子是內地的政協 是的 那 我 我的小兒子 我大兒子坐在那裡 我的小兒子 是做過 我想是茂名的政協 是一個很小的 一個縣來的 的政協 現在不能做 是嗎 現在不能做 是否為了你參選特首犧牲 不是因為不能做 換街 他直接 剷除了很多人 不能做 他想在鄉下做一下 那樣的意思 明白 連那些都不能做 即是你鄉下來的貌名 不是 我近了 我是四匯 四匯鄉下 現在四匯入了兆慶 底下 所以他貌名在附近那些城市 四匯都不能做 其他人不能做 即是你現在的兒子 我的兒子不是 現在不是 現在不是 反而 我想一個月左右 沒得做 一個月左右 沒得做 剛剛換屆 是真的嗎 是真的 你們可以證明 國內的理由 我比較清楚 希望這個解決到聽眾的疑問 另外有人問 胡姑 你和中聯辦有什麼關係 我連張曉明先生 我都不認識 未見過他 是 在電視見過 真人未見過 未騙過手 嗯 我的時候做很多政府公職 我 當然我做法官 1992年開始做法官 1993年我做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 做了13年 做到2006年 沒有人做事做那麼久 然後2006年之後 我就做過最不公開的事 就是勾線的專員 監聽 監聽專員 監聽 勾線 這個 什麼人都不見了 什麼人都不見了 因為 所有東西都是秘密來的 你譬如你說 喂 政府 或者警察 或者ICC 怎麼監聽人的 怎麼勾線的 不說 不可以 你如果知道 就沒有人勾到 好了 第二 人家當然問 喂 有沒有勾我線 有沒有勾誰 誰 不可以 說了 就走了 又不勾到 所以 就是最秘密的事情 我有一個最開放 因為做選舉 要最公開 公開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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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每個候選人要公平 現在公平 沒有很多話 說 formally 公平 不用撒謹 blend 那跟法律那些事情一样 全部都要公开 全部都要透明度最高 那就是选举 到了做勾线呢 什么都要秘密 什么都不出事 密实 密实实 严正保密密密实实 那么就 譬如 任何东西都不能说的 就一年就见记者一次 我当时就没有上节目的 任何节目都没有上 见记者一次就是 出个报告书的时候 见一次 就解释报告书里面 不讲得出的东西 如果报告书以外的 对不起 不讲得 不秘密 所以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生活呢 转得很紧要 有最公开的人 变成最密实的人 所以呢 年轻点的观众 不认识我 因为2006年之前 注意选举的人 一定认识我 2006年之后 我毋见了 没有出现 所以 年轻点的朋友 不认识我 明白 那就是十年了 十年前了 开始不认识我 那 好了 我现在将位置交给我们 杨卿 单程证啦 房屋问题啦 社会问题啦 不过呢 刚刚胡冠说的选举 或者中联办 我想接着问一下 我比较过 已经有政纲的另外两位 候选人 叶楼淑宇和曾俊华 他们没有提过中联办 或者其他中央駐港机构 在香港 干预香港的内部是否 但胡冠呢 就写到白字黑字 22条 还加多一句 有关港澳系统 中联办干预香港政治的社会讨论 令市民产生西环治港的观感 忧虑一国两制不能有效落实 刚刚问你 有人问你说 和中联办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担心你会不会怕 当选之后 会跟这些駐港机构的关系不好呢 不会的 一国两制是一个很好的构思 我们香港得以保存 我们一直的系统 我们的机制 全部都能保存到 就是因为一国两制 最重要是无忘初心 一国两制的初心是什么 香港自己有自己生存的空间 一国有一国自己的空间 大家河水不凡井水 完全是 你可以说没什么大关系的 香港哪个做立法议员 关国内什么事呢 除了有个人可能有关系 就是个特首 因为特首要根据基本法 要执行中央给香港特区政府的指令 有关基本法里面的指令 这个要执行的 所以呢 做特首呢 有两个boss的 一个就是中央政府 一个就是香港市民 这个呢 但是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不是这样啊 你看到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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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执行得正 有些人执行不正 我就最执行得正的人 是做什么都是独立的 什么都是独立的 我做选举也是独立的 做勾线都是独立的 没有人去干预我的 嗯 好了 譬如你说怕中联办那些事呢 应该不用怕 我们 基本法第十 第二十二条 嗯 第一款 他有几款的 嗯 第四款呢 就说 那些人呢 入来香港住 入境 那些就是说150人一日 那些人先说 那些人那些人 那就是ột日子 先講第一款就是說 中央政府轄下的机构 嗯 以及各省 各省 省 screening Unit 机构 不得干预 填时间了 不得干预 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 就 本法 处理得一切事业 管理一切事业 即使说 港人治港的事,即是高度自治的事,不得干凌,中央政府核下的,包括中联办,当然包括中联办,其他省市即是,譬如广东啊,福建啊,港西啊那些,其他省市啦,好了,那些不要说了,如果先说在香港里面,如果有人犯了这一条的,他就叫做什么,叫做违宪啦, 这个基本法是我们的宪法来的,违宪啦,好了,违宪那又怎样啊,如果我犯了违宪,你怎样啊,没有收,因为违宪那又怎样啊,因为没有具体的法律,没有具体的法律来说禁止,于是你就香港为了两制,你就要做一个法律出来,好了,和23条有什么,有什么关系啦,你们看到, 23条是写明,是保护一国,保障一国的东西来的,他就说,不准treason,不准叛国,分裂国家,不准泄露国家机密,等等的东西,但是他那里写明,那条又写明,香港特邦政区,应自行立法, 有立法责任的,有立法责任,那那里有个宪制的责任,那所以呢,23条是香港政府的宪制责任,但是22条没有说,没有这句,没有这句,没有说应自行,没有英自行立法,但是可不可以立法呢,没有说不可以立法的,香港自己立法会,立法的可以,是用来,不要, 好,洗到人家说,我违欠,咬我吃牙,这样,违欠,不要试一下,那你有什么法律管我呢,就是做完它,于是呢,当那个政改做完了,做得到,通过那个法律, 政改呢,如果拿到三分二人同意我的政改那个,那个方案呢,嗯,做行政长官,应该,应该,拿个方案,上去,做个报告书,给中央,交给中央,交给中央政府,嗯,那,我有现在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就是,三分二立法会议员同意的,有广大的市民支持,请你,给我重启政改,嗯,请请,重启政改,嗯,如果他说不行呢, 他,他不是这样说不行,他说,那831呢,那我都知道,他,那831呢,那有可能说,有可能不说,那为什么有可能不说,你不要说我天真,如果我选到,他就不会说,因为我现在是提议这些东西,如果我都选到的,就不会说,就是充分授权,我明白了,我明白,对不对,好了,就算他说,我选到之后,他说,我跟他说, 他说,现在啦,2018年啦,最少的2018年,我很聪明,做到的政改,2018年,嗯,即使我做了之后一年,做到的,哇,很聪明啦,搞不定的两年啦,2019年做到的,我拿上去了,这个报告书,喂,他说,那个831,为什么你不说啊,啊,绑住的哦, 说,说明要约束着以后的政改方案啊,为什么你不说啊,我说,sorry sir,啊,现在,你说历史啊,啊,因为是根据实际的情况啊,嗯,嗯,和循序漸进的方式进行啊,这些东西,嗯,嗯,现在2019年五年啊,你跟我说历史五年前,或者四年前的东西, 因为,为什么你要说历史啊,现在实际情况转了嘛,嗯,一多水,一多水的人附下了,嗯,你跟我为什么要说,说历史呢,为什么我不跟你说,一九九七年,七月一天呢,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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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哈哈,哈哈,哈哈哈, 同時為二十二條立法,當我保障你一國,主要保障我香港的兩制,同時進行 我再重複一次,如果我沒有理解錯,就是二十三條因為香港有一個憲制責任,我們必須要做的 二十三條就是保障一國,現在胡官你提議就要有一個二十二條,就是保障兩制 一國和兩制同時都有法律保障,明白 國內不可以說為何你整條二十二條出來,香港人不可以說為何你整條二十三條出來 不要先說責任,就是保障一國的時候保障兩制,無亡初衷,一國和兩制一樣重要 就是這樣做的,如果你的政改過不了,不要做,沒得做,因為社會會更撕裂 即你不會在重啟不到政改的前提之下,硬要推過二十三條 沒錯,是不會做的 所以政改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要求就是二十二條要落實 不是,先搞到重啟政改,為什麼呢?因為社會很撕裂 所謂撕裂呢,大約一人一半日,在那裡吵架,不停地吵架 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同意的,一點都不和諧 如果你搞到三分二人同意政改的呢,就不同了 有三分二人對三分一的人,是不是一人一半的 不是一人一半的,大家都贊成,禍而不同,贊成政改 搞定政改了,於是社會和諧了很多 然後進行二十二條,二十三條,一起立法 這樣的時候呢,因為需要一半的立法會員同意 這些不是改基本法,沒有改到的 所以呢,就很容易解決 這個可能是胡官一個Plan A 但有沒有一個Plan B,就是假設政改通過不到 一國的二十三條立法,兩制的二十二條也沒有辦法立法 那會不會出現一個憲制或管治的危機呢 為什麼會搞不到政改呢 要不就是香港的人不贊成 我找不到三分二的人同意 那個是第一個Hurdle,第一個跳難 如果是那個搞不到的,很多事情都搞不到 應該很多事情都搞不到 就是希望呢,如果是這麼失敗的呢 就希望搞到一些民生的問題 一半人同意就可以那些問題 就是Plan B,集中搞民生 要集中搞民生,沒有法子你搞不到 就是不會因為政制問題而不搞民生問題 是的,民生要照搞的 因為民生吃飯的問題 沒有法子不搞住屋的問題 生養死狀的問題 是的,沒有法子,迫著要搞了 那個要搞,但是那些政治那些東西呢 沒得搞,搞不到 但是如果反過來 你搞了政改可以搞得怎樣 三分二的人同意 我拿個方案上去 上面說,喂,831 為什麼你不理831呢 你不是否決831 我說我沒那麼大膽 我不敢否決831 我不敢說取消831 或者推翻831 我不是說那些東西的 不是說那些東西 我說那些是歷史而已 那他說不行,我一定要831 我就說,我是中間人 我劫在中間,我很苦 我有個方案是跟香港人拿上來 想解釋給你聽 香港人這個東西呢 就會接納他 如果你弄個831來 我沒有法子 你不要弄下來 香港人是很不喜歡的 搞不定 這個政改搞不定的 你弄831 如果他說不行,你是要拿下去 我說好 我拿回來跟香港人說 阿爺說要831 那你做了你的部分 是嗎 我做了我的部分 你看看我不知道多少人出來走 我又不知道 我也不負責 我負責不了 你怕到時你要腳痛 I don't care I owe a duty to people of Hong Kong I owe a duty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 owe allegiance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 owe allegiance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 owe allegiance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因為我是磨心來的 變了磨心 你一做到 他們有一邊不同 現在你已經是磨心來的 你搞到你做磨心 這份是一份衰功來的 不是 另外一個candidate都是這樣說的 他錯 不是衰功來的 是嗎 這份是一個很重要的使命來的 不是工來的 即不是打份工 不是打份工 即不是我會做好這份工 不是說有多少錢人工 我又做多少錢人工 這是一個使命來的 你沒有這樣的心態 不要做這個使命 不要說廚房太熱 沒錯 沒錯 這個不怕的 不怕的 不弄得死你 還有我自己 剛才你一路說 一路reflect 一路想 其實如果 中央政府是要堅持831的話 他大可以 給梁振英繼續 尋求連任的 是嗎 apparently 他背後也有一個私量 這個是一個契機 如果你看 這個是一個契機 最少有兩個大的契機 一個 就 12月9日 梁氏說 我不參加這個選舉 我不爭取連任 大契機 第二個契機 就是 為什麼 上頭會說 給回民主派的人 回鄉政 給回鄉政的消息 不是特區政府爆出來 不是中聯辦爆出來 周庸爆出來 不是中聯辦爆出來 不是港澳辦爆出來 周庸爆出來 為什麼 那些那麼多彩都不讓他們兩個拿 政府 香港政府又不行 中聯辦又不行 為什麼 這些有些契機在那裡 希望呢 希望呢 希望那個方針去轉動 你可以說 喂 你這個 猜猜一下 當然是猜 當然是猜 但是呢 是有些分析的能力的猜法 不是說 空空洞洞洞 先前我們都爭辯過這件事 是 換人家換路線的問題 是 你的理解 從這些所謂的跡象顯示 就覺得是路線的微調 或者轉變 好 胡官剛才說 如果計劃A行不通 都要計劃B 計劃A行得通 計劃B更通 計劃B就是民生 最大的民生問題 現在不用說了 有勢共識 就是住屋問題 有土地但沒有住屋 都會沒有住屋 我自己比較過 胡官的土地政策 跟其他兩份政綱 有關棕地 舊區存建等等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意見不是有什麼大分別 意見沒有大分別 分別比較大的 就是那裡 郊野公園那裡 郊野公園那裡 有比較大的爭議 例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 和環保等等 都一直反對得很厲害 你也是 我當然 不過我現在絕對中立 現在這個胡官 這個 曾俊華那份市政報告 不是 曾俊華那份 市政報告 誰說你 沒有呀 沒有呀 我沒有支持誰 你是否暗淡是薯粉 很大都覺得他像市政報告 他最詳細 他那份政綱 就是盡量不觸摸這些 交易公園 這些生態高的地方 葉劉那位 就說可以考慮交易公園 但是胡官這份 就簡直是說 不碰交易公園 你簡直是說 你簡直是說棕地 你簡直是說棕地 你簡直是說 沒有必要開發 具生態價值的土地 如交易公園 只能夠開發 即是你語氣 比曾俊華還要強 清晰很多 這個一定不動 一定是棕地優先 這個不能動 為什麼你對交易公園 比較禁絕 因為不需要的 我覺得是不需要的 據最近有些書 我們看到 你知道棕地有多少 新界的棕地 有1192公頃 1192 當它是1192 師傅公寫過很多這些文章 控制我 沒錯 沒有錯 1192公頃 原來1公頃 那些人不明白它有多大 用來多大用處 1公頃 可以建4-500呎的屋 建1,200間 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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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1,200間 好了 二時 搞條數太複雜了 不要說那麼多 1公頃 建1,000間 容易計 一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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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鬆動一點 大奸一點 沒有緊要 好 好了 如果現在呢 那個 申請 租屋那裏 是有 280萬個申請 未能處理到 所以 那時候說 挺三年 現在是挺四年半至五年 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搞不定 那 好了 280個申請 即是 28萬個申請 等於 28萬間屋 每一個申請一間屋 住一間屋 即是一個家庭申請 一間屋 即是不止28萬人的 好了 即是需要 280公頃 的地 就滿意到了 但是現在我們有1200公頃 哇 特四倍 是啊 是啊 那你說 你們需要不需要搞其他東西呢 不要說 不要說 郊野公園 綠化地都不用搞 嗯 綠化地 即是在 邊皮那些地 都不要搞 因為為什麼呢 金唐華 綠化地可以了 可以建屋 那還有沒有綠化地呢 建屋那裏 就在郊野公園隔離 於是你要再弄些綠化地 來分開郊野公園和屋 那你就越抗郊野公園 就越小 所以就 盡量就不要鬥 一鬥了之後 越鬥就越多 所以這樣解的 還有胡官的統計出來的話 就差不多只是現在 現有的棕地處理 不用四分一 解決了你的輪候問題 是啊 當然 當然 不過當然 建屋要時間 不可以說 一足足足足 搞不搞 一聲就變得 起碼有數計 有數計 起碼告訴你 不是土地有問題 是現在的土地政策出了問題 土地使用率的問題 就不是土地缺乏的問題 不是土地缺乏的問題 胡官有具體建議 就是要強硬執法 關於這個棕地的遺體勢 是啊 是啊 但是這些會不會 又怕得罪某些有勢力的人善呢 要問 你知道鄉紳很大勢力的 我知道 我做管理那些警察和ICAC的時候 我做勾線專員的時候 我夠大勢力了 是不是 你有沒有黑材料拿著 容易談很多 那又沒用 不需要 不需要 胡官的幽默感 真是 不害怕的 這些是害怕的 當年審案的時候 報紙都經常叫你 那些法官 害怕的 最大的廢話 現在土官的角度挺有趣 另外 亦都有一個問題 胡官就響武施政 不是 響武施政 不是 響武施政 正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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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提到的 就是 空置率 我們自己統計過 去年 第一季 根據差鄉物業股價署等等 各方面的資料 香港的 住宅單位 是比住戶單位 多成二十二萬多 即是說 就算你完全不建屋 完全不增加一串的土地供應 即是庫存是足夠的 對 根本現有的房屋 都足夠 比現在所有香港的家庭住戶去住 也不足夠 我想也不足夠 多了只二十二萬多 現在有二十八萬個申請 二十八萬個申請 我們又看另一些數據 就是說 有些人 擁有很多的物業 例如頭一百名的業主 竟然擁有七萬多個單位 其實你會不會 父可敵國 其實已經是父可福 可以福城 可以滅了這個城市 土地壟斷 會不會考慮參考 德國或者其他歐洲國家 那種 土地增值稅 毅業空置稅 等等 這一類的措施 釋放多些現有單位出來 寫這個2.0的時候 剛剛跟別人在談 有些意見給了我 物業增值稅 物業增值稅 這個是非永久性居物的物業增值稅 哦 就是區分了本地和非本地居物 沒錯 因為 因為 那個原因是這樣的 他那個 他那個 道理的那個基本就在這裏 為什麼 外國的人 買了香港的地 賺了錢 因為 土地增值了 賺了錢 為什麼不給香港的稅呢 為什麼 反過來問 為什麼他要給香港的稅呢 因為香港 那個 自業環境好 那個法制安定 司法獨立 司法獨立 有法治的情況 安全 香港安全 不得了的地方 沒有其他地方那麼安全 是 而你 買了個物業 擺了幾年 你在那裏賺錢 應不應該給稅啊 應該 不用這樣解 香港人不要說 香港人一向都是這樣的 不是因為 你這些事情 因為他是在香港住的人 他當然要買屋住 或者他買屋來 保存他的資產 那些 OK 但是 外國人來說 你想來 炒樓嘛 你賺了錢 那你應該給香港稅啊 於是呢 就可以 有些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物業真值稅 不只是資產 比如你炒股票那些 不是的 物業真值稅 第一種是這樣的 第二種呢 不是叫做空置稅 第二種叫做物業稅 我不管你空不空置 總之擁有 你擁有物業 就要給物業稅 我當你租了給人 除非你自住 自住是除外的 又是非香港 永久性居民 物業稅 好了 當然啦 我有一間房子 我租給人 我當然要交物業稅 但是如果我不租給人 自住 自住呢 就不用交物業稅 這個是非港人 非港人 好了 但是如果我說 咦 不是喔 我買一間來炒的 我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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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 energy gost 有一個估值,估值是低於實情的租務,是低的,所以警察很抵比,是計算低那條數,用那條數來計算,照樣抽理稅,假租給人也好,你不是自主就抽理稅 不理多少錢租,總之你用那個估值來做水位,不理你是養蚊,養親戚,很重要的一件事,胡官講,要準確一點解釋一下,即使非以港人,如果他都是自主,有需要住在那裏,你都不收,合理,先前有人吵過這件事,香港的國際都市,有很多人要來做生意,讀書,或者是投資,或者其他東西,如果他真的有需要住在那裏,那些歧視他又不對 很明顯,如果是非本地居民,但只要是自主的,都會不收警署的話,那沒有其事 所以你很容易做的,而且執行是要很淺,很容易的,很簡單的,不用刻意加多些人去執行這些東西,譬如你說,好像買東西的稅,那些麻煩了 一會兒就說3%,4%,那些麻煩了,那些麻煩了,這些不要緊,因為現在逢是物業,都會抽物業稅的 本來就照抽,across the board 照抽,你自己說,我現在要訊請,我住在那裏,自住,所以不抽 你就可以做一個聲明,你夠膽就說謊,他會檢查,他會拘捕你,是不是,就是這樣,那大家去claim 我claim一個exemption,我是豁免的,claim豁免的,什麼呀,我自住,不行啦,如果我說租了給親戚,不行,照樣計算那條數 好了,還有那個稅,那個稅率啦,不用太高的,跟回物業稅,如果你是個公司來的,公司,你要給profit tax,利得稅 反過來,如果你抽物業稅,不用給你得稅,一樣,任你選,一樣,總之你要給,所以那個物業稅那裏,全部的稅率照樣是很簡單,和照樣是不是很高的稅率,就算那個物業增值的,都不高 好,其中有些人認為自己很熟悉稅務,財經的時候,香港的稅機狹窄嘛,那你覺得如果補充了這件事,那個幫助有多大呢 不知道,還沒計算,我沒有那個稅局裏面的那些數來計算,但是如果你做了政府呢,就用什麼呢 讓那個部門拿的資料來,已經糾結了,肯定可以補充到稅機狹窄呢 補充了一些,最少補充了一些,就不用做那些,什麼買東西增值稅那些什麼 還有這個真的是能者自負嘛,你買的起樓,租你起樓 你真是在香港找到錢,才收你稅 你不是香港找到錢,那找到錢才買得起樓啊 傅者自負,這個能者多負 另外一個呢,就是關於租管,你認為這件事應不應該恢復呢 租管呢,租管那時候呢,用了租管呢,很多物業的人寧願不租出來 好了,但是現在,但是你說香港人,不是非,不是非,那個叫香港永久性居民 好了,如果你的租管呢,就很多人呢,就會反對 對於有屋的人很反對,於是呢,你不是租管,現在最慘的是什麼人呢 我去見很多了,最近我見很多這些人,就是住劏房的人 哇,他的大件事住劏房,我聽過一個人說,他跟我說,他說他老公找萬一元 他就不做事,女人不做事,他老公找萬一元,有個兒子 他說兩年前,他就租二千八,那個劏房一百呎,三個人住一百呎 那麼,現在,今年就是兩年之後呢,四千元,加了資源溫租 很重要的那條數,哇,他說,他是辛苦的,還有呢,他水電呢,任過業主計的 任過那個計的,是獨立標的嗎? 不是,不是獨立標,他不是計算那條數,不是真那條數 他說,你五百,你就給五百,於是實情就是四千五 那麼,如果你找萬一元的人要給四千五元租,你都幾苦 養三個,三口 那麼,就要,我想呢,就要進行,劏房租管 嗯?劏房租管 特別是劏房租管 限制過劏房租金 是的,劏房租管,為什麼呢? 但是,你剛才所提及的那個棕地都已經解決了那個二十八萬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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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過渡期的時候 過渡期 過渡期,當然啦 那個棕地我們要拿了,要蓋了 但如果你正正適適,想拿了就蓋了一層樓 我想五年左右,最快,非這麼快五年左右 好了,In the meantime,同時,我們應該呢,就在政府那些吉地,有些吉地,小小的房屋 蓋了樓又不是,就蓋了一些臨時的房屋給他們 很多那些卡帕地,那些是政府地,有些卡帕,有些是蔣草 那些就蓋了一些臨時的房屋給他們 臨時的房屋,原來呢,可以蓋到六層那麼高的,臨時房屋 現在的工程師很厲害,科技進步了 那麼,亦都可以,我們做一些叫做比賽 那些年輕的職師可以比賽,蓋這些東西 其實不用的,因為IKEA有的了 那個不大 他整塊砌出來的,整塊砌出來的,是屋來的 但是蓋了五、六層 有的,他真的可以砌到五、六層出來 對,唯一的就是水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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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管 這些東西,要六個月才能蓋好 六個月才能蓋好那些人去那裏 就可以處理這些東西 有這樣的方法,可以幫到民生 最重要是劏房的那些,舒緩一下 讓他不允許先加租 那你覺得那個,關於150個單程證 我也是剛剛想問這個問題 只有胡官的政綱,就有提這個 這個就是說,要向中央政府爭取部分單程證來港移民的審批權 這個牽涉到我之前聽過一些團體說,源頭減人的問題 因為你,就算多少地,多少屋都好,你不斷 有這麼多人來,過去二十年到現在,超過一百萬人來了 香港是不可能不斷承受 胡官膽敢捉這個問題 不過我有一點點,想問一問胡官 你說短期,任期內的第一年 先稱你拖延多時,爭議較少的政策 包括剛才說的那個單程證的審批權問題 是不是比較容易處理呢? 這個問題很敏感的 所謂敏感,就怕他所謂有些既定利益在那裡 因為中央政府當然將這個權,給了很多省市 他不是說中央政府,我批幾多人,你幾多人來 不是,已經給了一些省市 所以你要拿回這個權,是牽涉有些利益的問題 但是你做香港的特首,你是跟中央說話的 你不是去跟那些省市說話,不行 你跟中央說話,你求中央,喂,給回三分一 我們才是,可以不可以,50個 50個,可以不可以啊? 如果中央跟你說,你跟他說理由,喂,你給那些人進來 進來是住在我們的地方,我們有沒有權話事呢? 為什麼我們會沒有權話事呢? 你給阿茂又進來,阿秀又進來,那我怎麼辦呢? 中國本地是有戶籍制度的,地方是不給就不給,很嚴格的 唯一沒有戶籍制度,那個中國的地方叫香港 很奇怪的嘛,你就不要跟上去,是不是? 你問中央拿,如果中央說,可以的,不過讓我給我一點時間 我去做事,那你就等了,因為他真的要收回一些回來的 收了回來給香港,你在香港可以說,我沒有什麼人才 入什麼人才就可以,這50個也可以,你可以說,喂,今年我認為沒有需要 不進去,那就少跟上來,每天,就是這樣做 就希望你慢慢拿多一點,希望拿回 但是這個不可以一次過拿,這麼多利益 有聽眾就慘我,說我沒有讀留言,對不起 所以讀了,對不起 會讀的,會讀的 請查,梁振英的UG有五千萬的案件 笑了大家 問大法官,這個問題真的,直接問大法官 一定查 一定查,三個字 聽住了,一定查 聽到大家,一定查 大法官說一定查 一定查 一定查 另外,除了住屋這些,金融也是香港的經濟命脈 或者這方面需要 我免得多說,時間有限,不好意思 歡迎留言,我們稍後請個胡官再問 因為先前有一個最大金融的爭拗 就是搞到立法會議員,張華峰也被人說是臨時轉帳 證監去年出了資訊文件,就說要改善上市的審批制度 當時出來的時候,原本想著,證監都是根據法例底下的權力 就是明確一下這件事 就是反正你也是要他審批的 但當時出了一個很過癮的質疑 就是這個上市公司協會 就出來帶頭,代表業界反對這件事 就爭論證監要濫權 諸如此,結果就搞到很大件事 差點就有一些金融界的人從未試過 就說要上中環示威,從未見過 結果證監,結果就 好看難看就不理了 結果收回頭,重新再諮詢 這件事牽涉到很多業界有票的選委 都很關心這件事 我看到胡官的政綱裡面有說這件事 你的說法就是 維持資本市場良好聲譽,保障投資是對的 你的建議就是 研究可否成立於港交所上市委員會的秘書處 你這個建議 又不像是證監的方案 又不像是業界所那件事 那你可不可以說 多一點關於你所理解的所謂 上市審批這件事 上市審批是這樣的 現在是由港交所做的 但是港交所 它 上市 有一個上市委員會 在港交所做的 就變了 不是 因為 這個 那個叫做 證監 管的 但是證監想給多些權 下去 管著這個 這個上市委員會 為什麼呢 因為 有些叫做 老千股 上市就大上大落 因為 如果有些 香港人投資了 就沒有了 會 不見了錢 所以 也是很憂慮 令人很憂慮 也都影響了 香港 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 所以 證監想 多放一些人進來 多放一些獨立的人來 看著上市委員會 這樣 那麼 那 咨詢現在你說 又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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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實情 據我明白 那個上市委員會 那裏 那個 港交所那裏 已經有些人員在裏 就是審批這些事 有 有業界的人員 有獨立的人員 有獨立的 有會計師 獨立的會計師 獨立的律師 獨立的律師 他給你一些文件審批的時候 是一大洞 兩天之前給你 一大洞 你怎麼審批 嗯 於是你上去 就 開口就開個洞 都不知道說什麼 不知問什麼好 不知問什麼好 搞不好 所以就變成有個弊病 可能是 港交所想你 批的 就做些這樣的事情 你不批嗎 不行 開會了 就是這樣 所以呢 就應該 擔心他不得獨立 是的 擔心他不得獨立 那就要成立一個獨立 上市委員會的秘書權 嗯 早些 給多些這些文件 供給給有關的委員 嗯 等他不 不用抹大個洞 因為他怎麼看呢 這些事情 嗯 就希望這樣做到 嗯 那就比較 是公道 嗯 因為實際那個 你不可以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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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交所那裏 沒有 一個 利益衝突 嗯 情況在那裏 因為多了上市公司 他是多些收入 是 那個變成是這樣的 嗯 所以我就有這樣的提議 嗯 即加化 即改善他的效率 改善他的效率 是的 真是獨立 那些民間當然沒事了 那就變成了 就變成了 不需要擔心 是否證監濫權 沒錯 又不需要擔心 是否港交所自己收謎為一位 沒錯 那用一個平衡 就是獨立的支援 希望這樣可以處理得到 OK 當然 我要聽多些 業界的意見 其實業界真的有意見比 其中一件事 胡官的分析是沒錯的 其中一件事 的而且香港 以那個上市的中數 和金額來計 已經是繼續連續 是世界第一的 亦都知道胡官做法官 也知道什麼事 你太多人打官司 或者法庭都爆燈 法庭怎麼搞 如果秘書處不做事 同樣道理 如果想加快審批程 速度和效率 效果的話 最簡單 增加資源 增加獨立性 這件事可能解決了兩難 所以業界的朋友 聽清楚 不是說幫胡官打票 要聽清楚 先前的爭拗 太多聲音 所以如果金融這件事 實際上如果多那些老千股 又影響了業界的生意 因為香港的業界 是比較少 市場上的分數已經是少 你還減到那些人不敢光顧香港的經紀 去買這些股票 就更慘了 所以對香港的業界又不好 其實也有一條數要提回業界的朋友 真的 因為加獨立是有統計數字 胡官說的 不要以為散戶不要緊 香港的市場其中一個很大的吸引力 如果相對於鄰近地區 例如新加坡那些市場的話 那個深度和闊度 它的流動性差很遠 而一個很重要的構成因素 是散戶的參與比例相對高 雖然相對於10年前 是比例上減了 但是這麼多鄰近市場裡面 香港的散戶參與相對高 所以說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市場 除了七成以上的現金交易 是歐美機構投資者之外 所謂北水南調 其實佔大約兩成 不到三成 雖然說是很活躍 但不是單純最重要 也就是說 國際投資者的信心很重要 本地投資者的散戶信心很重要 如果維持不到這個平衡的話 就不要以為只是大鱷 可以玩完整個市場 其實是會攬炒的 是會攬著死的 胡官的建議很有趣 我覺得業界的朋友是值得研究 不是拉票 是值得研究 如果有問題的話 真的多問一下胡官 胡官不是沒有這方面的研究 是有的 很有趣 今集我們請到胡官 大家都看到問題是直接問 直接回答的 沒有準備的 沒有準備 我們就是拿著這本2.0 沒錯 問功課 我是將聽眾你們有興趣的問題 我不是每一個人名 每一個人名 每一個人名字 每一個人名字都照讀出來 我是將你們的問題 累積了 譬如說150 土地問題 五千萬UGL 會不會去審查等等 這些是統合了之後去問的 但是有些聽眾還是很堅持 即是說 怎樣能夠 關於這個 你能夠入閘這件事 嗯 因為說話 大家都覺得 真是很好聽 而且我們真是相信 我本人我相信 我認為你上台後 你真的會做到的 但是怎樣能夠確保 你真是我們下一個特首呢 如果舉例 我沒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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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地方 有兩元 有兩元 你叫我答嗎 是啊 問題來的 觀眾問題來的 這個 你可以說是不能確保的 今天你聽到 有個委員說 我一定支持誰 我一定提名他的 明天這個委員可能轉 你知道 如果不提名某一位 是 就要認同叛國的 是不是 有人是這樣說 有人遙傳是這樣說 也有人澄清是沒有這樣說過 但是之後又發生了一件事 所以是一件事 無辜開競爭的上庭審 但之後就說我們是一個公平的選舉 但我們唯一支持的是某一位候選人 這些要聽得很清楚 唯一支持不是唯一會委任的人 唯一支持是為什麼 我喜歡這個 最多是我喜歡這個 比如你支持阿仙奴 阿仙奴不是一定贏的 就是這樣 可能是曼聯 我不知道 不要看 你想說是圓的 所以這些 我不知道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但是 習主席就說 要 要做一個 做一個官員 要解決 市民要解決的問題 要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 就不是 找一個人 弄到香港繼續撕裂下去 一定是這樣 沒有的 沒有的了 我們這個年28 送神送溫神送走了 所以我現在看新聞 看到他可以直接當沒有聽過 我覺得快沒有了 我自己 這個時間到了 我就想對聽眾 不要 香港人 不要把自己 放在一個角落 自己迫自己 入死角度 覺得 中央會 支持誰 中央會 唯一委任的一個是誰 你香港人 現在還有一國兩制的情況下 你是有能力去表示 你到底支持哪個候選人 而你支持哪個候選人 並不應該受這些因素去影響 你應該看每一個候選人的 獨立的政綱 說有政綱 而沒有政綱 你就等他出政綱 但是 你看了內容 你去決定 這是你真的想要的特首 不要受那些流言蜚語 我不支持就是叛國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票 但我們有的是民意 但是我們都很公平 作為網台大家沒有留意這件事 就是 其實陸續會有候選人 有興趣發表意見 是 胡官是第一個 最用感的 但是 看得到我們不是偏當某一邊 為了公平 我經常強調我們的台 那個風格就是 一人一支咪 言論自由 立場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個個有話說 這個才重要 我喜歡一人一支咪 科技容許我們這樣做的 所以大家想了解胡官更加多的 胡官這個競選政綱2.0 就在 胡國興.com WOO-KWOK-HING.COM 大家可以上胡官的Facebook 都可以看到的 好嗎 我們今天很多謝胡官 非常多謝 我給你機會 我能向觀眾解釋 我想解釋得很清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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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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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